这边的话就是补充一下 如果我们家的素材造成我们的影片播放 变得有点不太顺畅 通常来讲就是说我们电脑运算的速度 已经跟不上这个播放 所以它就会产生了一个lag 遇到这种运算需要先处理的 就是在上方的运算去选取这边的运算 运算的部分它可以看一下 运算整个专案的话 就是目前我们整个专案里头 属于overload的还是loading的部分 是要去做运算的可以选择 如果说你的专案里面还有包括不同的序列 你可以运算序列的部分 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 因为专案的话可能会有序列1序列2序列3 如果你针对序列单一的话 你就只要选择序列这里就可以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先不要去管它 那我们运算完 这边就会很顺 不过这里好像稍微卡了一下 这个地方有点怪 还好 可能就是单纯自己电脑上面在播的时候的问题 这里稍微有点怪 不过我们这边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字幕 因为我现在这里运算完了 所以这里都好像看起来很顺 那刚到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你在复制再贴上 那这边又有一个字幕上来 那我们再拨拨看它这里顺不顺 好 又开始了 你们看到就开始是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这个负载运算的部分呢 有点没办法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的硬体 你的CPU啦 或者你的这个GPU啦 或者说你的RAM啦 比较强大的时候呢 这个发生的时间呢 会比较后面 比如说它可以处理的部分呢 比较不会卡 那现在因为我们目前的电脑教室里面的这些硬体条件呢 可能在这里就会开始出现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就随时的在这边 你需要的时候就去运算一下 去运算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让各位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有关于这个素材上面添加 产生那个运算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做法 好 那我们之前呢 大概介绍到这里之后呢 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有关于这个素材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来补充看一下 如果在直视影片的处理里面呢 可能会有所谓的模糊特效 那我们在这边第一节课里面 就给各位呢 做一个补充说明 那前面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 那底下的局部马赛克处理的话呢 是属于视频预径里面的一种 那我想刚才你可能有看到 那打马赛克在很多新闻画面 可能都会出现 我看这个地方 也没有适合打马赛克的地方 好吧 我们把这个眼神打一下马赛克好了 因为如果说你是 你去拍的一些影片 比如说他可能有不雅的画面 或者是说为了保护个资 我要把这个人的五官呢遮起来 或者重要部位遮起来 那我们可以应用 这里特效里面的马赛克 那马赛克的话呢 各位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版本不算是新的 比较新的版本的马赛克 它的可以做的范围呢 比较有弹性 一样拉上来 拉到你的这个素材上面 来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拉到这里对吗 对不对 你的马赛克要把这只猫的眼镜 打马赛克 你丢到这里对吗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一层在哪里 在这里有没有看到 马赛克跑上来了 看懂了吧 你是要加这里的马赛克吗 不对 所以不是这里 你要加的是上面这一层 所以你的马赛克要上到这里 它是不是就变这样子了 好 那这个马赛克呢 点开来看一下 这个块状的这个大小呢 可以去选择 那有时候老师 这个地方是整个都做呢 是不是整个都做 好 我想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马赛克的一个设定呢 这里的块状大小就是那个 马赛克砖的那个块状大小 你要让它更模糊的话 你的块状大小大一点 好 那基本上呢就模糊掉了 好 那你如果很小 很小的马赛克砖 它跟梅达差不多意思 你还是看得出来 好 然后块状形状的图案里面呢 它有分 它有分这几种 好 比如说这是没有花纹的 左边到右边的 它是这样子 条状的 好 那右边到左边也是一样 都是条状的 好 好 顶部到底部是横条 好 是横条 然后再来 这个是 格子状 好 顶部左边 底部到右边 这个 这个是格子状 好 中央到边缘 好 那个其实这边看起来都是比较像格子状 好 那其实这些格子状的马赛克呢 反而比较少用的 很多情况都是还是无花纹的居多 好 像这样的居多 那你也可以去测试 其他的马赛克 不过在我们房间在处理马赛克的时候 大概都以第一个无花纹为优先 你也可以其他的 好 都可以 就是看你怎么样决定 那为了要让它稍微模糊一点 可以这样子做 那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是整个上马赛克钻 那就呈现的画面是整个都盖住 好 整个都盖住 好 我想你可能会有一些疑虑 没关系 我们待会再来说明 好 把画面再还给 好 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马赛克 放上去之后 它的作用是全荧幕 你目前这个版本来看 它是全荧幕的 那它的画面整个就模糊掉了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如果说你在正常的影片剪辑上面 你要去做这样的机会其实不大 除非你要去做一些 比如说找一个名人 然后把它做马赛克 然后请拆 比如说我第一关 用这样去拆 请问这是谁 然后拆不出来 对不对 然后第二关这样 请问这是谁 然后再来 这样子应该就拆得出来 所以之前有人这样子去玩过 可是单纯在整个画面上 马赛克的机会 其实不大 所以真正比较常用的是什么 刚才说了 这个眼神好犀利 我想要给它做一个个资保护 把它的五官遮起来 或者是说重要部分有漏点 各位看到很多电视综艺节目 它的漏点处理 现在也不用马赛克了 它直接放一个草莓 遮住 那个部分其实还好 用一个GIF档的图档 叠在最上面的轨道 就这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局部 眼神这个地方 要上马赛克 那不能够直接把马赛克 这个部分呢 直接丢上来 因为它这是全域 全画面 那有一个东西可以用 叫做区域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指在你画面中 你可以圈一个区域来做 好拉上来 各位 这个区域呢 点两下打开来 它会有一个工作室 冲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拖拉一下 这个块状 盖住它 然后这个可以调整 它的宽高 然后这个是属于正常化的 你也可以选择椭圆形的 椭圆形的 然后有人说 老师看不出来啊 我们先看一下 先不管这个好了 为什么看不出来 因为你看哦 这里面的区域 它有分内部外部 然后你这个区域 要不要移动 要不要移动 那有人说 老师当然啊 因为他在 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眼神呢 让他的头啊 一直跑来跑去 所以他的移动路径 当然要射啊 这个有点麻烦 先不管这个 先看这个 内部 目前的滤镜没有 什么叫滤镜 上面这些都叫滤镜 换句话说 区域的滤镜 可以包含更多的滤镜 这样懂了吗 所以这里面应该就有马赛克 有没有 好 这里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这里 看得出来吧 好 来 设定值打开 就是刚才这个画面 拉高 看不出来吧 再高 整个弧掉了 那这里呢 也可以像刚才这样子去选 那这我就不管了 换句话说 现在是 这个区域的内部 上马赛克处理 然后呢 他目前所在的位置 左边 是784个像素 上面算下来呢 是多少 然后你的宽度是多少 高度是多少 都会在这里显示给你看 那当然我们如果这样子做 就觉得OK的话 那你看哦 我们这里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拨的时候 他眼神一离开这个地方 就漏陷了 就漏陷了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将区域 还要再做改变位置的话 那就要到移动路径来 那移动路径来的话呢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因为刚才呢 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回到前面的这个影盒 好 好 这边用这样子 对 哇哇哇哇 按错了 好 好 这里 这里的话呢 是全部遮住 没问题 那再来 我们到这个地方 展开来之后 来这边注意听 因为我们马赛克已经设定好了 它是定住的 不动的 那我现在 如果它抬头 那势必 它的眼睛一定会跑掉 那所以我的移动路径 这边呢 就要开始 要去做跟随 我们这边的移动轨迹 我们在这地方 好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你打开移动轨迹 轨迹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可以去做添加 在影格261格的部分 它的位置在这里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稍微慢往前拨 它眼神跑过来了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把它打开来 好 这个时候 把这个地方挪过来 然后再添加 这样了解意思吗 可以吗 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 我一开始的位置 在261格的时候 是在这里 273格的时候 它在这里 这样是不是 它动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马赛克就能够跟到 当然就能够跟到 那 因为这是比较旧版的 一种方式的 一个处理方法 所以你就是要去做 那当然有一些 不同的软体 或者比较新版本 它可以设定 这个方格的 移动轨迹线 它可以设定 移动轨迹线 它就会跟着跑 跟你设定的 那个线条跑 那 目前在旧版本 是要一格一格去设 但是通常来讲 你在关键的位置设定好 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样子的话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播放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地方呢 好 你看到这个 是不是跟着走 有跟着走 对吧 OK 我把画面还给大家 然后呢 你各位呢 做一下这样子的 一个细腻的调整 这边 我们如果将 视频逆境里面的老定 加在特定的素材上面 那编辑方法 余力都是点开来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设定呢 你的直向的 有没有法师纹要出现 法师纹的数量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设置 比如说头发的比例 大小总数 如果你设的很多 那就代表你的画面上 会出现的一个 法师纹的数量 会比较多一点 那生命周期 指的是什么呢 生命周期指的是 你的这个毛发 或灰尘 出现的那一个 影格的一个 出现频率 所以如果说你的 你的格子 生命周期 短的话 可能出现的时间呢 就会比较短一点 那长一点的话呢 你的这个影格上面 出现的法师纹的时间 会比较长 它这边呢 会出现这样的设定 所有的选项 你要就把它打开 不要的话就把它关闭 根据你的这个 选择部分呢 来去做调整参数 那通常来讲 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的那种 历史背景的那种 旧的影片 我们很难再去掉 以前旧的那个胶卷底片 然后再来翻拍 困难 所以我们会用 现在拍的影片之后 做旧 把它做成旧影片的画面 所以就可以用 老电影的这个 视频滤镜的方式 把它套上去 那适度的加 加上一些这些特效呢 就会制作出 这种老电影的效果 那右下角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厂间效果 目前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的 整个素材跟素材 中间的过场的形成 要不要做交错 混合还是不需要 那至于模糊的部分呢 是要做弱化的模糊 还是强烈的模糊 还是都不要模糊 这个部分呢 各位可以试着去 玩玩看 然后看出它的一个成效 来决定 这些效果 是不是你要的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这个是属于老电影 那像有很多东西呢 会有人会觉得奇怪 不管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滤镜 好像很不实用 比如说中指 中指这个滤镜呢 放上来之后呢 好我们看一下 有感觉吗 没感觉 没有感觉 那当然这个出发点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一下 你调到最大或者不调 然后去看一下它感觉 你会觉得说 奇怪老师 这个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我们跟前面比较好 好像有那个波浪纹滚过去 有没有感觉 有点不太容易发现 还是我们的视 我们的monitor不太好 OK 所以有人说中指这个东西很奇怪 很多人觉得说 奇怪好像不太需要 那光炸滚动 光炸滚动是这样 OK 大家可以发现 你说你会把你的画面 故意弄成这样吗 不太容易 还是回到一些原则 就是说 假设你是要玩一些游戏的 那加上光炸滚动 或许还可以了解 那它的参数有什么 光炸滚动里面呢 有波长 波长比较长的 波浪的这个间隔的 感觉上呢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夸张 正幅是指它上下 如果这个画面来讲 是左右甩动的 一个偏差量 这个就是它波的正幅很大 波浪的正幅很大 这个比较小 那所谓的频率的话 就是说在一个长度里面 出现几个波 如果你多一点 那你基本上 你的这个频率的 就是出现的速度会比较快 就是它的那个波浪的速度 会很快 很快速度 这个就是所谓的频率 frequency 那这里面的每一个参数 就是看你自己 要不要去调整它 然后它这里面的每一个 都还可以设定关键影格 就如同我们的视频布局 当时也有关键影格 那个概念一样 是相同的概念 相同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光炸滚动 其实用到的机会也低 除非要做一些特效 去让人家猜猜看 这是什么的 那目前能够想到的是这一些 动态模糊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动态模糊的话 目前来讲它的这个比例呢 我们在做动态模糊 因为目前来讲它是静态的东西 所以在动态模糊的这个视觉效果上面 是感觉不出来的 感觉不出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它有动态的 这个画面本来就有点模糊了 没关系我们试试看 好 我加到哪一层 加到下面这一层就不对了 我们加在上面这一层 动态模糊 我刚才把下面这层模糊拿掉 有点头昏了 这模糊不动 然后这个加上动态模糊 是加在上面这一层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呢 来去看它的一个效果 这边我们放中间 加上动态模糊效果是在它的这个影格里面呢 会出现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效果上面 那当然这个是特地需求才会去做的 特地需求才会去做的 那这个是所谓的动态模糊 基本上用到的机率也不大 那区域刚才有讲过 然后单色是上一个固定的一个颜色 好 那循环幻灯的话呢 在这边的循环幻灯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放上来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感觉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加的是在这里 在这一层 在这里 因为我刚才加的是加在这个上面 不能看后面 循环幻灯 所以循环幻灯的意思是这样 好 这样看懂了吗 这个是很简单的 就是加上一个幻灯片 好像在引动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它的这个画面呈现走动的一个感觉 那循环幻灯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有水平设定的一个速度 最初的位置 晒比零的位置 然后这个应该是垂直才对 这两个翻译的不完整 这应该是垂直 如果说我把这个值 它是设置为负的 所以刚才在走的过程当中 它是往右下角这样的方向在走 如果我把它改平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感觉 它就是水平 再一次 这个就是这样水平移过去 幻灯片这样子拉过去 那它的速度啊 它的速度啊 水平速度是10 是10 那你如果加速 比如说20 两倍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速度呢 就会快 比刚才快一倍 是这样子 拉过去 然后再拉过去 因为它是循环 所以一张一张的这样子 一直带过去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种效果的话 如果你要做这种效果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循环幻灯的方式 重复 重复这样子去拉 重复这样子去拉 但是我想 大家你已经发现 它中间会有一些黑 黑的区域 会出现 黑色的区域会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相对的来讲 如果你这边呢 拉成垂直的 垂直的 我们看一下 负的五 负一点点 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面拨的话 它的这个 它就有的会出现这样子 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负一千 这里是负二十八 因为我们在拉的时候不是代表 零 其实是在中间的 我们把它不要动 好 水平不要动 垂直走 所以它就会上下滚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画面呢 就会呈现是这样 好 像这个就没有间隔 它这个画面就没有间隔 所以各位可以试着看看呢 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值的时候 有的人都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垂直方向在走的时候没有间隔 没有那个黑黑的 那碰到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中间呢就出现黑黑的壳子 好 那基本上这是画面比例的问题啦 好 这是画面比例的问题 因为这个比例呢 基本上这样看起来它是四比三 或二比三 那因为两边的比例不一样的关系 如果走这个长边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没有这个接缝 走短边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接缝 就会出现接缝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你如果遇到不同的比例画面的时候 也许你可能就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差异出来 这个是循环幻灯的部分 我把第一排介绍完毕 所以我们给大家玩一下 我把后面解放 好 混合滤镜基本上呢 是两个滤镜的一个组合 组合滤镜呢 是两个以上的组合 那有人说 哇那这样不得了了 如果说混合滤镜 或者组合滤镜 可以结合任意两个 或结合两个以上 那这边的效果组合起来就非常多了 好我们看一下 整个滤镜丢进来之后 你展开来 基本上呢 它这里面呢 滤镜一 滤镜二 目前来讲都没有 如果说你把它随便加上一些效果 比如说色彩平衡 然后这个色彩平衡的设定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的这个色彩加强 那颜色变浓了 颜色变得比较鲜艳 好这是滤镜一 那滤镜二呢 我还可以了 针对它的这个部分呢 来去做看看它的效果 这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它的效果是这样 有一些人的这个影片里面呢 他会去强调这样子的风格 所以它可以用组合滤镜 结合两个来去做配套 产生的一个效果 所以组合滤镜再强调一下 两个滤镜的组合 两个滤镜的组合 那你要不要设关键影格 那就看你自己了 我举例一下 假设你要做关键影格的话 我们会这样子做 比如说一开始 我在这边呢 设一个关键影格 从这边设一个关键影格 从一开始的关键影格 我设一个 设一个 然后 在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色彩平衡 我将它归零 归零 然后铅笔画的部分呢 设定值呢 我也把它归零 这样子 然后等到我到这边来的时候 我这边再加一个关键影格 这个关键影格的色彩平衡 我就将它把色彩的浓度拉起来 拉起来 增加它的色彩浓度 然后到下一个关键影格之后呢 在下一个关键影格 我把这个的笔画拉起来 确定 然后到这边来 再第三个 我再加一个 再把它的这个铅笔 再回来 没有 它没有 然后最后这个关键影格的部分呢 最后一个关键影格 这边 我把它的这个色彩平衡的设定值 再回来 零 又回来了 好 所以这边就有 一二三四五 有个关键影格 五个关键影格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它的一个做法的方式呢 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调整 那你也可以做曲线的一个调整 或者是直线 如果你勾的是直线 那这中间的计算过程的这个数值 它就是用线性的数学去计算刚才那个参数 如果你勾的是曲线 那它的过程呢 就是用曲线的运算的数学方程式的数值去运算那个值 你说老师是什么值 刚才这个值啊 是这个啊 数值是零啊 那这个呢 这个关键影格呢 这个关键影格它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值是多少 刚刚没有调吗 看看哦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去看看这个效果如何 没有出来哦 没有出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关键影格呢 我们看一下关键影格的这个参数值 还有它的比率 比率就是说 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所占的一个比重值啦 在这边的话呢 在这边的话呢 它的设定值33 到下一格之后呢 到下一格之后 它的这个设定值还是不变 然后这边的设定值 这边刚刚没有起来 好 起来 确定 好 确定 好 那我们可以 对 我们这边的那个关键影格部分呢 可以来去设定它的一个比率看看 去设定它的比率看看 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处理它 好 这影格的部分呢 这边可以尝试的去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啊 模式啊 好 来去变更它的一个画面的感觉 好 画面的感觉 不过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我们在做它的相关的这个播放影格的画面的时候 我们这边所加进去的关键影格 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不是用手工去加你按这个按钮关键影格 它会在你播放的红线的这个时间位置上面去加影格 可以去加影格 这样子 那它那个影格基本上呢 在这里面呢要去除掉 你可能会觉得说这里不能拉出去 那你去点选它 好 也是删不掉 看一下哦 我们这边呢在选取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就是说它在制作上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疑虑 再总结一下 直接增加 可以在这线上面点一下 然后呢要删除掉它的话呢 你可以在靠近它出现红色的时候按Delete 如果你懒得按Delete的话呢 在右键 滑鼠的右键 直接按右键 那个点也会消失掉 这个部分呢是增加它的一个滤镜的一个方式 那有关于它的这个比例啊 它的这个比例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这个每一个过程当中 它所占的滤镜一的强度 滤镜二的强度 是多少 在这边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个设定 那至于这中间的这个点的一个位置呢 相对来讲呢 它也是去控制你的这个节点 它是属于直线或曲线变化的一个参数的过程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可以去制作出一些比较特殊风格的这个影片出来 就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一个结果 这是混合滤镜 那再补一下组合滤镜是什么 组合滤镜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呢 它有一二三四五 它目前显示的有五个 比如说老师只有五个 各位不要担心 因为滤镜里面 滤镜里面如果你又选择组合滤镜 哇那不得了 组合滤镜里面又有组合滤镜 那你就想见一下它这里面又可以设五个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它的滤镜如果你要使用很多个组合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组合滤镜再加组合滤镜 那这样你这边有几个 这边六四二十四个 去掉它自己不算有二十三个 那你点进来之后呢 每一个里面又可以有五个滤镜 那假设每一个有二十三个 那这里的组合一定是好几百个 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看你要不要玩出这样子的效果 当然这个很复杂 比较少人会这样子弄得这么复杂 那这边在使用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从这里面去做一些效果 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我们值得去玩的东西 比如说这是时光隧道的那种视觉 然后在这里面再去加一下 光炸滚动 我觉得这样还不够 再加老电影 那老电影的值啊这边呢 就可以选择设定一下 让它的这个隔跳要强一点 好那如果你还不够去继续加 那一样你如果加到的是 混合绿菌或组合绿菌那不得了 你那个里面的组合还会更多 那所以这样子播的话那你要得看看这些是不是你要的咯 比如说这是什么 心事节欲数啊 ok 心事节欲数 那这样子去让人家去猜猜看这是什么 那我们如果在 如果他你不小心玩出来这种感觉 你觉得老师这个很棒耶 这个是我想要的 那你可以自圆局说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所谓的视觉艺术的创作 那没有人说不行 但是你要说服得了自己跟别人 让你的这个成果去受到一些认可才行 好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组合滤菌 它是两个以上可以混合更多 那相对来讲呢有人就问说那组合滤菌不行吗 各位不要忘记 组合滤菌里面也有什么混合滤菌 这个混合滤菌里面也可以加组合滤菌 所以你看打开来又是五个 哇所以他的这个运算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很有弹性 就变化很多就对了 那如果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你的影片里面的视觉滤菌的组合就会变得非常的多 那还是要回归正题哦 因为有些东西哦不见得真的会用到 你去组了这些玩一玩可以啦 但是基本上呢 你说要做出什么样的好的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还好 没有很大的一个需求的话 好 镜像的部分呢指的是反射 反射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边有水平翻转或者垂直翻转 你看哦 这个因为我现在是水平翻转 所以黄色的这只小黄的猫跑到右边了 跑到右边了 垂直翻转 这样 所以看你要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个很简单的就是整个画面颠倒过来就好 当然有的同学问说老师视频布局里面不可以翻过来吗 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个纸不可以翻过来吗 不行 因为你这边在拉升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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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老师不要去调这个 我们去调 然后左边这个 我现在都是在天马行宫在讲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左右 左右这个值啊 如果把它缩过去 然后这个缩过来 会有什么结果出来 有没有颠倒 我问各位有没有颠倒 颠倒了没 颠倒了 我们看到吗 它是不是颠倒了 黄色的猫本来在左边 我现在用这个素材剪辑 把它变成是红字倒过来 它的画面一样可以翻过来 所以我们学一个软体 不要学死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应用 变活一点 所以镜像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 镜像的视频滤镜呢 倒不一定 反而视频滤镜里面的 这个参数设定 还更有弹性一点 好不好可以做出 我们所要的一个效果 当然我刚才没有把这个地方 按确定 如果说你把它倒过来 然后这边又倒过来 那就转回去了 然后就变成肯定没做 那这些都是 整个在我们玩 所谓的这个视频剪辑上面 会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可以试的让自己去做做看 因为课堂上时间有限 所以我没有一个案子 对一个例子 所以没有这样子让大家去处理 但是我想 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呢 大概就可以知道 可以做什么样的感觉出来 快下课了 那视频照应的部分 那视频照应的部分呢 就是画面上面呢 要不要出现杂讯 像这样 要不要出现这种杂讯 通常来讲都是 我们要制造做出一些 画面不好的感觉 我们才会去加这个 所以这个是故意把整个画面 弄得脏脏的 或者是 好像我们的感光元素的 ISO值调太高 产生的杂讯 才会这样子去玩这些 要不然的话 比较少人主动 去把自己漂亮的画面 弄得不好 那其他的部分呢 再有时间 我们再跟各位介绍 把后面还给你们 因为今天呢 并没有让大家去做 额外的素材的 这个剪辑制作 所以我们这边 暂且不让各位呢 去做课堂的 这个作业练习上传